牛仔汤姆即将成为T0级猫 四个斗牛谁打得过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西瓜 又到了周世的一个更新环节 总结一句话就是加强猫 削落鼠 这话估计是看到现在的一个天梯状况 这个猫环打得越来越少 首先是牛仔汤姆这个牛鞭触发效果的乘数 从三成变成了两成 最重要的一个更新就是它这个鞭子 只要释放出来就可以为这个牛加速 特别是三级斗牛 释放这个鞭子还能增加斗牛的一个持续时间 基本能测试这个三级牛三级鞭子之后 这个斗牛是会一直存在的 而且我们可以存在在四个 很多人就很疑惑了 你怎么就可以直接存在四个斗牛啊 就是这样放了第一个斗牛 然后我们一直在不停的鞭 然后再放第二个 你看第二个的那个斗牛CD已经好了 这时候 我并没有改动一个技能的CD啊 天梯的话也是这样大型的斗牛养殖场 这个的话我估计是会被改的 要玩的话要速度啦 二级被动新增了一个 使老鼠进入虚弱状态后 会刷新你的主动技能和武器技能的CD 等一下打实战的时候 用这个二级被动又刷斗牛 那牛都不知道有多少个啊 真的不敢想象 然后就是世卫本次也是迎来一个大更新啊 提升一个警戒的持续时间 而且这个警戒在没有警戒到老鼠时候 它会返还一半的一个CD冷却时间 完全可以单这个远式来用好吧 返还一半的CD 这个一级的警戒就可以一直有这个远式的效果了啊 看我们这个一级的警戒在这个远式还没有消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CD已经好了 现在这个警戒的持续时间是会持续到一个25秒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以前是15秒还是20秒 然后就是它这一级被动提升了一个加速的效果 二级被动改为附近有两只老鼠鸡以下可以触发 以前的话我没记错是只有一只老鼠在附近才可以触发啊 三级被动触发时会减少一个被控制的时间 三级被动的话用的比较少 基本上是用不到的 咱们也就不多做解释了 最重要的是这个大炮啊 改动就厉害了 召唤火炮后可以自由行动啊 并可以远程控制这个火炮啊 而且在失望后会击晕周围的一个敌了啊 这个大炮的伤害改为全等级一样的啊 这个大炮可以远程操作之后啊 这个改动对于示威来说是特别好的啊 这个操作空间变大了 一些操作比较牛逼的人 对吧 对于这个改动可能他会提升一个很大的城市啊 对于这个示威来说 可能会提升他一个天机的出闪几率啊 然后可能会达到一个T到T0的一个成战啊 莱特林的话是得到一个削弱啊 他的这个咸鱼现在会被这个护盾和无敌的效果给抵消掉了 不过现在橘猫确实是很强势啊 削弱的话其实是理所当然的 然后就是剑克他姆了 他的骑士连斩 现在连斩到这个命中护盾啊 或者是霸体也是可以解除第二段技能的 当然大家不要想单了啊 别人有护盾跟霸体 总不能站着不动给你连斩到吧 对吧 别人只要动的话 你这凭什么能连斩到别人啊 别人又不是一个人机站着不动 然后这些无敌的状态是不能触发的啊 就比如说这个国王的大盾啊 剑飞的这个头盔啊 只有国王的这个盾啊 还有就是你保的那个翻滚之后的一个免空啊 这样的话是可以挑起的 然后音乐家的这个拆火箭啊 现在的话这个火箭是可以自动恢复了 被拆的火箭会在四十五秒之后自动恢复啊 以前的话是不能自己恢复的 所以他满屏全是金乐家拆的火箭 因为音乐家的话是靠被动拆的 拆火箭比较于海盗的话还更加简单一点啊 天使节奏的话是得到一个加强啊 祝福全等级的一个生效范围得到一个提升 一级的祝福的话基本上是在一个可视范围之内才可以生效啊 三级的话是不用在可视范围之内了 这个技能远了很多 现在这个祝福的距离 基本上是他的一个祝福距离的一个极限了 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好吧 然后他新增了一个可以对猫咪手中的同伴进行祝福啊 但是这你要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祝福的时间是25秒啊 所以说只能用于那种秒飞的火箭 或者快秒飞的火箭才能这么用啊 罗宾汉的登山稿也是得到了一个加强啊 现在这个飞稿可以在跳跃中使用了啊 以前的话只能在平台的时候用啊 就是直接从平台然后勾下去的时候只能这样 现在的话跳跃中可以使用的话 这个操作会变得更加的顺滑啊 然后新增了一个从飞稿状态下起跳时啊 有个三秒的免疫这个甲子跟碎变的一个效果啊 还新增了一个使用技能或者是特技的时候 会新增一个飞稿的次数啊 以上就是本次的全部的更新内容啊 晚上的话给你们看看我的牛仔跟四位好吧 制作不易大家别忘记点赞三连